這一次王有要稱屬抗嗎 他有屬性吧 沒有耶 人型 他沒屬性 他沒有屬性 人型沒屬性 有點硬喔 我們等一下讓那個死貓先碰他一下看 如果死貓能夠扛住的話 可能朵朵跟艾倫可以輸出 如果死貓扛不住的話 那就大家就局了 我們就全部ALL IN他一下看看啦 如果不行我們就趕快轉56了 來吧各位集合了 上平台 開了 站動動來站動站動 再動你再動你 不然會被炸 沒事穩的 勉強嗎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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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吧全部miss 完了 1500還好嗎沒有很痛啊1500 1900完了抱歉我剩半血 他還有一招是那個 從他水把他噴出來 你說光鼠那招很痛喔 對對對超痛的 他被噴一下 血就剩700T 應該是要把他 旁邊那個黃色的打掉 喔那是要護盾啦 把護盾打爆 大家體驗完了嗎 感受到未來的敵人了 各位撤退 這就是我們一個月後要打的對象 出發囉封印戰6 好我准打手了 這場不能死 打完了打完了 先打那個守護者 離火彈遠一點喔火彈很痛喔 打保姆 打保姆 這場應該會噴吧 我有靈感啦 這場應該會噴一顆 兩隻都噴的話是不太可能啦 那一隻噴一顆應該還可以啦 噴一顆就好了 拜託拜託拜託 丟賭喔丟賭喔 離那個紅彈遠一點喔 他很兇喔 燒爛 三竹王你快死喔 三竹王你死了 我們隊伍少一個 GG 有噴紅色嗎 好像沒有 沒有嗎 沒有 沒半顆 什麼 挖爹挖爹 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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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在追我 叫我叫我 這應該不知道 我被夾住 挫賽 打出來 一坨一坨一坨 躲遠一點 你要被夾住 小心喔 跑遠一點這邊有自爆蜘蛛 我靠這一坨有點兇 吃了吃了吃了 有噴嗎 開講 沒有 沒有 好難打喔深淵石 好啦 我講一下剛剛旅團啦 有人問旅團怎麼經營 其實旅團經營的方式 就兩個啦 一個事前規劃 一個是事後做調整 因為你事前規劃是先 設想到這個遊戲 你要怎麼去經營你的團隊 不管是一個旅團或是整個聯盟都是 規則怎麼樣 怎麼樣打寶分寶 然後吃王要怎麼 怎麼去打 平常出席率要怎麼去設定出席率 然後怎麼樣算是 活躍玩家跟不活躍玩家 很多規則都要先想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 在遊戲進行的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每個人的玩法不一樣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有著課金有著不課金 所以你要在這個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然後遊戲的內容性也不一樣 你今天在A遊戲 可以用這個方式進行 遊戲 分寶分鑽 或是打王 團隊 組隊 各方面 可是到B遊戲之後 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在玩 可是有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 A遊戲可以交易 B遊戲不能交易 然後A遊戲東西是可以上交易所 B遊戲沒有交易所 他會有很多細節是需要做調整的 等他調整完之後 調整一個符合你這個遊戲的內容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 排除問題 因為調整完之後 一定很多細節是 搭不上 現在遊戲代傳最重要就是要把 分寶分鑽 要能夠讓大家 出席的貢獻的 有拿到他該拿的東西 這是重點 然後再來就是主要是有人願意出來帶 然後其他人願意support跟配合 你一個人再強的話 你團隊不配合你也沒有用 所以要團隊願意配合你 然後有人出來support你 各個旅團各個公會聯盟的幹部都願意支持你 這樣才可以把旅團帶起來 你一個人再怎麼獨裁 後面大家都不聽你的 你一個人 一個巴掌拍不響 也沒有用 我覺得新手職業的話 還是推 咒文跟香射手 一個是前期爽 一個是 中期開始爽 幻影劍跟執行官就是屬於 中後期開始爽的角色 前期可能爽不起來 因為這兩天有些觀眾私訊我的官方 看我們在開波拉西 他也找不到遊戲 也想要跟我們一起玩 你想要來玩的話 給你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先選對 你要的團隊跟伺服器 第二個就是 你前期先不用想著說 你要衝多快 你就跟主線走 主線可以一路讓你帶你解到30 幾31集 接下來解戰技 戰技任務解完之後 大概到36 38 稍微再練個委託 解一下任務 你就可以到40集 40集之後你的人生 稍微開始起步一點點 45集之後呢 遊戲才真的開始 因為你換到45集裝備之後 技能都開滿之後 你才會開始去各個地方探險 然後現在來說的話 你去別的伺服器 假設你是 欸欸欸 我要死啊 你很多地方需要 慢慢摸索 最好是找一個旅團 去配合 然後透過旅團的裡面的玩家 提供你一些 可能 他們不要的藍裝 你會比較好成長 你大概到45集之後就開始 無盡的充等 因為45之後你的技能學好 裝備換完一輪之後 你就發現變好練了 至於45之後你要如何練到50集 就只能靠時間 OK 要56了 準備開部隊囉 預備 建立旅團 開打囉 56王的難度 比50王強一大截 可是他的攻擊模式 你只要抓透之後 他其實不難打 只是他傷害很高而已 你被打很多人 扛不住會一套秒掉 像這隻喔 我介紹一下 這隻 吳爾斯之舊 這隻王就是 56王我覺得我們 第一個推的 最好打的王 他的技能模式就是這幾招 第一個就是 四道光速 這個是傷害 直線傷害最高的 範圍也是蠻廣的 然後再來這個 第二招是丟這個 小流星錘 再轉的 這個傷害很低 但是他的 會持續扣血 大概扣一下 三百多 然後這招就是 你看我給你打一下 大概扣一下 三四百 然後再來就是單道光速 他有四道光速嘛 會有集氣 然後單條是順發的 順發打一下傷害比較低 但是也是會破千 然後剛剛那個正方型那個 魔方陣啊 是打全體 全畫面的 擋不住 然後這就是最可怕的技能 他只要那個 身上的劍往地板一插 就會出現這個東西 這個是黑洞 黑洞的話 他會把你人物吸進去 然後傷害非常高 他每一段都被扣血 最後一段吸到裡面的時候 大爆發 會扣大概 算2000到3000左右的血量 然後你要怎麼知道他進階呢 他基本上進到 進到二階之後 他就會多一招技能叫做 紅色的尖刺 打到第三階你會發現他那個 吸星大法的黑洞 數量變高了 一開始一顆 然後變兩顆 再來三顆 最後變四顆黑洞在吸 代表他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 這就是 二階段的 第二招新技能 那個尖牙的傷害很高 然後 插到之後還會暈眩兩秒 這些就是這個王的全部招式啊 你只要學會怎麼打之後 你就 就很好閃招 只要能夠閃招就 就沒什麼問題 你看這個吸星現在三顆黑洞了 已經到 應該這現在已經是半血之下 這個流星不用怕啦 他打的傷害沒有到很高 你要怕的是那些 吸星大法跟紅色尖刺 還有直線的四道光束 這個 這就要跑了 這個插一下就 如果你被他疊在一起 插一下會秒殺 炸一下那2000死 拿一下死貓 哇靠死貓又倒了 救不回來 就真的救不回來 一過來直接被我王放個大招 死 唉唷 執法軒炎 有喔 有掉喔 有喔 有喔 執法